爷儿 怎么办 我好像喜欢上他 这么晚了 二爷 他不想见你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找他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好玩 我说的少爷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待在你身边那么美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这鸽子想纹身才是我的印章 只有在我激动时 才会显现 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出现的信件 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全部推翻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 那你现在就可以选择把我杀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欣赏了 二爷让我转告你 二爷让我转告你 他下个月会与技嘉大小姐晚会 请你放心 爷儿 怎么办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这么晚了 二爷 他不想见你 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宣仇大恨 此刻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正好自己去找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你觉得瞒得过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要去听谣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他 你也得不到他 就算他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他性命当回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为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若是告诉他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董廷阳要是知道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你不是夹开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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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夹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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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初那样害你 他这样完全是咎由自据 可他不是我的仇人 他是我的亲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找他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忌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 好不好 我说的少爷 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 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 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忠逆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则是最让人痛苦的 我要娶婷妙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她 你也得不到她 就算她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她性命当回事 跟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问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既然要了她 她就是我的人 下个月我就要嫁给少爷了 二叔作为长辈 我更希望得到你的接纳和祝福 我尽全力护你 你却一点都不在乎 她是我方天义的女人 你是我主人 你要是死了谁还能护着我 二爷 我若是真心喜欢 便要明媒证据 我不会让我心爱的女人 受半点败去 如果 又真的跟了我 嫁到杜军府 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人 现在是 交来也是 我要去听你啊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她 你也得不到她 就算她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她性命 当回事儿跟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问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又是她呢 你别看 我会吓到你 我什么没有见过 人我都杀过 我让人去给你收拾房间 不用了 今夜我守着她 你不会趁机杀了她 不要走 我不走 我就在这儿守着你 你是担心我的对吗 昨天晚上你的着急 不会是假的 我不知道 听有 是我宁正言顺的未婚妻 那你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 难道你有吗 她伤得很重 别碰我 你不确定 你到底有什么可以不确定的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她 别看你是我侄子 我不会跟你留任何纪念 游走于叔侄两人之间 虎鱼与玩火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要是你 我会紧快做出选择的 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此刻 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正好自己去找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你觉得瞒得过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天忆和明月的恨事 还要偷到什么时候 是我不愿意的 明知道自己是侄子的未婚妻 却还要爬上叔叔的处 你之前费尽了功夫 身子都贴上去了 她有看你一眼吗 董天遥 你若敢再伤她一次 不就杀了你 她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要勾搭杜举 一个女人 树枝俩真的强人 你给我带来的痛苦 我没有一刻忘记过 你真的以为 那小子不会伤害你是吗 我相信他 我也喜欢他 从很早以前开始 我就喜欢方家少爷了 廷瑶是我的未婚妻 这与任何人都无关 还请祖母帮我和廷瑶做主 让我们早日晚婚 我进方家 就是为了替董家报仇 你说的 都是真的 若是 能拿到她的那枚印章 印章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都君 可千万不要 觊觎自己的侄媳妇 你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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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喜怒无常 令人厌 你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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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 找到的东西 好否满意啊 木蹄是我 谁也不用去动它 若是木蹄少了半根头 我就在你脸上 拉上一动 我没有伤害她 想着那是你最狠的人 你才是那个狠人 你这个魔鬼 我要杀了你 我诈人 你若是愿意的话 我去找祖母说 让你过来做我的丫头 你可是二爷的人 别再给我们找麻烦了 董小姐不掌握我的事 你自然不会惹我 你刚才的样子 很适应她 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 不要跟二爷的人 纠缠不清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 可是你什么都不说 我现在就要去证明 自己的身份 看你怎么证明 我可是方家未来的少奶奶 少奶奶 你有资格说这三个字吗